珠貴 剛才先 陳和川 藏貝 《生物家》 但又很孤獨 在星頭上 有一支花 但他又很自在地去面對這一切 Hello Beauty Exchange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Sanna,顧定謙 我覺得真誠是至關重要 在生活中或者在任何交流和每一段關係 其實真誠真的是一個根基 有這件事才可以有一段真實的關係 而真誠對我來說 其實說白一點就是你不會介意 就是一份不介意 你不介意把你不好的事給對方知道 我覺得是過程來的 沒有100%是你做了一個怎樣的自己 別人就會去接受你 而需要時間 無論是你去尋找自己 探索自己 而到你成為了你喜歡的自己的時候 到外界怎樣給你那個反應 又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當你真是夠清楚自己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外界對你的意見 或者對你的聲音是否最重要呢 只要不是傷天害你 我覺得做自己吧 我想我自己都是有一點點 培會在這個狀態裡面 我自己是一個都很喜歡跟別人交流 但有時又會喜歡靜下來自己去思考的一個人 所以可能我在家會跟我媽媽聊天 可能我跟她在床上亂下亂下就已經大半天 其實就是一種就算她未必跟我是同一個共同語言 但其實有一種心靈上的交流 就算她不是可以跟你直接對話 或者其實可能甚至乎她是一個死物 也有她的價值或者她的生命在 不怕的 真的是欺騙你 其實一開始是很害怕的 但是我都花了很久了 我應該要做些事情去逼自己去玩多些 去試多些 而且我是一個不怕重新來過的人 本身我都是由一步一步覺得自己是 喜歡慢慢去累積回來的人 很多人會覺得可能 參加了這個真人數以後 我就好像壓低了以前的東西 去重新來過 但其實對我來說不是 即使這一刻其實結束了節目 都是要重新來過 但是你的人生永遠都是重新來過 你永遠都不會說你拿東西開始得多遠 我想清空一下自己 而其實我是盛載著以前 學過或者走過的路 將那個自己擺在這個舞台上 去再找更多的可能 這個我覺得是 才可以走得更加一遠 或者見得更多 我外表上好像 好像 靜點 柔弱點 但其實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試身的 很喜歡去挑戰 即使我突然之間 有一個想法 然後就沖上去 就驗了這個頭髮 就是 我覺得很不想停 很想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正如 為何我喜歡演戲 或者表演藝術一樣 就是 它裡面的世界很大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自己 很感動 很感動 要走 因為這是我人生大的獎項 一個個人的獎項 所以我覺得是 很多內心很多話 其實我覺得 這一刻 很難再 一一可以感謝在言語上 但我只是覺得自己要做得更加好 令到支持我的人可以 可以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怕我肯說感謝大家會覺得很沉 但我真的很感謝每一個 在這段時間扶持過我 會不介意包容我不好 以及在我面前 即是給我一個笑容的人 我覺得是 這個世界是需要多點 微笑 或者需要多點愛